对方要是有个陈咬金打边路的话 在4级之前也好还是4级之后也好 都可以稍微针对一点点 针对能不能有效果 关键就看自己到底会不会蹲人的 前面5分钟的时候 大概就是以蹲咬金为主 咬金估计是感觉到很危险 他直接不出来 但是我如果不回中路 咬金你有能拿我怎么办呢 蹲到了吧 没必要回去的吧 本来我觉得应该还可以我上路走 但是一看不对呀 我下路射手一个再打三个 那我再怎么样都得先去帮他一下呀 要不然估计 一个人孤零无缘的 一看来挺可怜的哟 这三个人多少有点不把我队友当人的呀 前期4-0大顺风 再接再逆啊 接着来 下路现在稍微放松一点点了 可以来上路了 咬金不敢出来 他有可能是怕我 但更大的可能是因为这小子没4级 他不敢出来 我有办法 冰线进塔直接越 但是啊 好久不久这东西刚好到4级了 不过啊 你即使到了4级 舍不得走 还是得死这里 然后 紧接着啊 接下来才是最不要脸的招数 我的中路冰线去了也白去 那么还不如直接来这里等好 先不要出来 等这日机把冰线给清完 要不然直接出来的话会露视野的 往前走 你看直接秒 哇塞 差一点点 没事的 我还有办法 中路第二波冰线来 还是老样子 不去 我就在这里等好 一两波冰线给队友吃 给自己吃 其实差别不大的 我就是不走 想不到吧 我还没有走 对我发信号的啥意思 不会来人的吧 哎 快走 不会吧 真来的 我有办法看我的 反向闪现 嘿嘿嘿 追我操作啊 看好 别打别打 慢点打 简直啊 欺人探设 这里现学现代的知识来了 啊 这个跳舞的玩意儿 千万不要牵手 一定一定要后手放啊 要不然二技能被他一堵啊 玩玩的可是咱们自己哦 钩子被追呢 应该可以来帮他一下 跟他说发起进锅 来 勾啊 你倒是勾呀 这你都勾不中的吗 勾啊 那非我闪现 进学现代又来了 打你原方的话 一定要先手啊 饿了之后跑啊 不要想着杀 这我还看到我二技能来了 他为什么不跑呀 你这样一搞啊 就感觉我像个傻 哟 往上走 好久没来上路 金金又得被我抓 一旦咱们用卡锦 去对线 调缠这种英雄的时候 十分钟之前 就永远不要想着能单杀他 只要咱们想着 怎么样二技能控制他 让队友打伤害就行 这里还是同样的位置 我就在后面 二技能定住 走 打完走了 技能好了 我前走 点一下 打到了就我后走 不要想着能杀这玩意儿 肯定杀不了 躲到猪葵哥后面 看猪葵哥能不能勾一个 我不是很相信他 但是万一呢 一万次里面 只要他中了一次 那也是好的 本来他就勾的不准 万一好不容易勾一字 我还不在他旁边 那不更咋 是吧 所以跟着他 来来来来 哎哟 果然跟 怎么这么多呀 我来看看情况 还是要小心的 二 但凡他们家 这法师是个真鸡 或者别的英雄 都不知道死多少次了 他现在等着我放技能 我放技能 他二技能一码多 然后我就得散了 所以我在忍着不放技能 貂蝉当时在我面前的时候 他也在忍着不放技能的 我偷偷摸摸在后面 放个二给我死 不是 他这都没死的吗 这就是怎么说的 打几遇到貂蝉 一定一定要等着玩意儿 先放技能 只要他先放 我后手放 他就死定了 对面可能在开笼子啊 果然不出我所调 真的赞 呦 还勾到了 没有 诶 完了 诶 不对 我有金身 嗯 他来不死 便有后方 能飞天的金 应该就能打得过这几遍方 看样子 真的不需要我帮忙的 摊个头 呦 这后夜 哥妈 你给我勾得准一点 我真的服了 我为什么要相信你呀 我 看着你给了我个 顿的分上 这次就这么算了 关键我还把貂蝉给盯住了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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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尔迪好像想来追我们了 你还想追我 看我的 我首先一个大招 把他二技能给骗出来 然后我的二技能盯住他 金身一按 射手把他收走 相信我队友就这么办 来来来来 点一下 我再精神 一个暴击把我给秒了 看看 能不能勾 好啊 你勾得个真 玩又过来了 勾了也打不死呀 哥 完了 我们家都死了一只鸡了 还有一只飞天鸡在野区啊 没事 看我的 应该等一下会有人抱过来 金金来了 应该也能秒 是吧 嗯 差一点点 早知道等后一啊 我先走啊 假说走了 没事 我看看 等一下该怎么办啊 上路已经打起来了 我支援不了呀 哥们 而且前面可能有事也 不行 不能继续往前了 哟 哦 打到了 快走 我服了 我闪 别追了 哥们 我真的 猪魁虽然坑的我无数针 但是我不相信他 我也不知道该相信谁了 哥们 我求你了 煮一点 好 直接秒掉 这下我看你们几个怎么办 金金不管了 把这小鸣给我抓了 我让你刚刚追我 嗯 现在四打三 直接一波 怎么个事 怎么怎么还还还还 来这一团 咋还断线的 我让你跑啊 我这回还能让你给跑掉 看到人哪里亮的点哪里 看我的 点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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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哦哟 还剩一个调查妹妹又点一下 我这个二技能一般调查怕是躲不掉 哦哟 拿下拿下拿下 这钟馗不太会玩 要不然不会那么难吧